8月9日,中央电视台篮球节目,播放了前不久火箭队头号球星詹姆斯哈登进行中国型活动时的视频,期间,哈登在接受抓捕时公开,喊出了新赛季的目标,火箭哈登公开许愿,新赛季要刷新詹姆斯都无缘, 打破了NBA72年记录,在美女主持人张曼元和杨健的教授下,哈登用中文说出了火箭是冠军,你别说,发音还相当的标准,不过前面说了这是被教导,关于新赛季的第一个目标,哈登明确表示,他下个赛季要拿起十分三双,继续打破NBA的记录,在2017-18赛季对这魔术队的比赛里, 哈登全场出战46分钟,30投19中,拿下了60分是个篮板11次助攻和4次场段,以及一次盖冒,这创造了NBA72年历史上的新记录,因为60分三双,在NBA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,如今,登哥就将目标,指向了更为强大的70分三双, 充分看出他的雄心壮志,要知道,这样的伟业,赤乔丹,科比和扎姆斯,库里和杜兰特等超级巨星,都从未做到过的,但哈登,要在新一个赛季,向着这样伟大的目标,发起空前的挑战。